除了高铁以外 你还有其他的区块是 可能就是比较 有点资产的人会比较喜欢的区块 那再来可能就是会选一些 比较生活机能较好的 比如说像喜来登周边 那喜来登周边来说的话 那边属于县镇二旗 他有很好的学区 再来就是他的生活的环境资源 非常的完善 大圆摆那一边 没错 那不过他那边的话 就是屋龄稍微高一点点 大概落在15年上下 其实也不算太高 如果以看跟哪里比 如果假设跟新北比 当然是 跟一些公寓来比 但是那个区块还是以大楼为主 没错 所以那个区块的房价 大概是在什么区间 以目前来说的话 像县镇二旗这边来说 大概会落在45到50的区间 但是如果假设 过了一个叫做豆子腐溪 到县镇三旗 他们很近 车程骑摩托车 大概三分钟而已 那边就大概跨到六了 哇塞 为什么差这么多 因为那边算是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形态 再加上建案 主要还是建案有差 新建案为主 新建案 而且的建商品牌 都是蛮知名的 以及学区 是是是 那还有什么样的区块吗 或者是你所在的科大特区 如果像比如说 像我所在科大特区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也是有学区的支撑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很好的成功明星学校 那还有新龙国小 但是因为我们成功商圈来说的话 它是在县镇二路南段以西 所以它在学区的分支点来说就是 成功国中配上光明国小 那因为我们有成功国中的明星光环 所以相较我们这边的房价也落在大概是 五字头左右 是以新的案子来讲 屋龄大概落在十年上下 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园区里面的人 或者是本来居住在祖北的现代孟母来说 他们会比较青睐在科大特区这一块造房子 如果以园区客来说 他们其实会比较希望 他们的小朋友在好的学习环境中成长 其实不仅限于在我们科大商圈 像高铁区的东兴 然后县镇三期的胜利 都是不错的学校 那如果以就是房价比较平易近人 没有那么高不可攀的区块 祖北应该也是有的吧 当然啦 像其实如果说高不可攀的位置来说 可能就是以中华路以西 对那边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华兴重化区 那那边算是一个比较新生成像新生儿的概念 就像十年前的高铁 比如说好了 像刚刚有提到科大商圈 那像我们科大商圈28坪的房子 总价大概落在2600上下 那可是如果在刚刚讲的华兴重化区 28 29坪的房子大概2200 2200的区块 对所以中间价差就大概差了将近400万 之前网友也有讨论过 其实祖北他也有所谓的旧市区 没错 所以这个区块会不会也比较好找得到 比较接地气的房价 可以啊 那像刚刚有提到 像我们说祖北比较旧的市区 比如说中正西路啊 中正东路 甚至是可能博爱街上 那相对的他们的屋林就偏的比较高 那地点会稍微偏一点点 对那他们的总价来说的话 坦白讲蛮甜的 大概落在1200上下 对那室内空间使用品数也还蛮不错 大概有22坪 对所以主要祖北的价差 他会是出现在新旧房子的价差嘛 然后还有区段上面的考量 没错原则上新旧房子 以及房子的品牌 然后再来就是学区 所以 好